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,利拉德快船 vs开拓者北京时间12月31日,开拓者105-128不敌快船,在拿下二连胜后用一场23分,大败来痛击自己。 其实开拓者前两场比赛,赢得也很难,对阵缺席7人的火箭,只赢了2分,上一场击败胡人,是因为莫杰对方的进攻,出现了问题。 总的来说,开拓者本赛季的表现,不尽如人意,休赛期对阵容进行了调整后,还是未能展现统治理,这场比赛给人的感觉核心,还是CJ·麦克勒姆。 他全场比赛,28分钟,17中8,3分11中7,攻下25分,4篮板3助攻一抢断,命中率47.1%,3分命中率63.6%,他的效率,只很不错。 而球队的领袖,达米安·莉拉德,仿佛在梦游一般,全场比赛,29分钟,14中3,3分8中0,罚球15中,14拿下20分5篮板,4助攻一抢断,命中率21.4%,3分命中率0%,是被弗力,给了莉拉德很大的干扰吗? 其实也没有,莉拉德就是,自己投不进,那些他最擅长的,三分甜点位都没中,开拓者是一支依靠进攻,与三分球的球队。 当领袖的进攻效率,如此低下球队,不可能赢球,莉拉德新赛季的表现,起伏很大,有种JR史密斯的感觉,神经刀。 上一场,对阵狐人16中10,3分10中5拿下,31分5助攻,4篮板55,命中率不错,对阵火箭那场,28中11,3分13中,5拿下32分,9助攻5篮板55,命中率39.3%,揭幕战对阵爵士,12中4,3分7中1,拿下9分7助攻4篮板,命中率33.3%,这次场比赛,他场均23.3%, 3分6.2助攻,4.5篮板0.75,抢断3.7515,命中率40%,3分命中率28.9%,3分9,38中11,这是莉拉德,应该有的表现吗? 迈克勒姆对阵火箭,完成了绝杀,轰下44加93分,这次场比赛,他场均28分6.2助攻,3.5篮板1.25抢断,命中率44.3%, 3分命中率47.8%,场均5.5个三分球,自持6中22,这就是差距,莉拉德本赛季防守孝帅,119全队,倒数第一跟小琼斯一样,还在联盟350名球员的第238,进攻效率108.6,还在联盟第122,迈克勒姆的攻防效率,都比莉拉德出色,莉拉德是即将 要4000万的球员啊,这个赛季3163万,下赛季他就是4375万,他应该继续进步才对,怎么还下滑啊? 上赛季的他是场均30.6分8助攻4.3篮板,命中率46%,3分命中率40%的超级巨星,文言小白。 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带走啊老板。